各位同學朋友 關心大紀彈的學長您好 大家好 引操續彈事業股貝有錢公司 在這邊依據黃品堡的規定 來這邊向各位大家來做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整體規劃案 體育園區重新辦理恒新影響 領伏記帶方案 懷清影響說明書的公開作用 我們今天身為開發內容和量體 以及大家所關心的光芬南路的交通改善措施 中央公路四任文化三項的中改善措施 還有長官的北貴計畫 環境改善措施和女性進士計畫 來對各位做的說明 首先在開發內容的方面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出位於臺北市新影響 一線讓二小站350等 無比第一號 本來是體育園區 位置是在其中的三體記號下 整個文化體育園區的面積大概是18公頃 有分為文化園區跟體育園區 體育園區大約是10公頃左右 那基地呢 東邊呢 是在中校中路四段553巷 南邊是中校中路四段 和國務卿連環相閣 西邊呢 是臨著光芬南路 北邊呢 是市民大道 然後隔著市民大高架 北邊有一個台北騎場 那 我們這個案子呢 依據稍微文件還回憶規定了 體育園區呢 它的隱間面積呢 裏地板面積呢 是9萬6千 那這就是我們未來一個建築裡面的一個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體育園區 是一個多功能的體育館 有四萬型 那以及相關的附屬設施 那另外我們還有單空大樓 旅館 商場跟文化圈的一個配置 那當間還有一個藝文廣場 那就是未來基地完成的一個透視的模擬組 那接下來是我們整個園區的一個面積的一個檢討表 那依據招貝文件還合約的規定呢 巨蛋和其附屬設施的容積面積 必須大於三萬五千平 那我們目前的規劃是三萬五千平五平 那附屬事業的容積面積呢 我們大約是五萬一千六百平左右 那它總共加起來呢 是地域允建容積面積的九萬六千平 我們大約是八萬六千六百平左右 比允建的容積呢 大約也還少了三千一萬平 那依據我們這個招貝文件還合約的規定呢 都有符合這些規定的規劃 而且我們也符合我們的環境的審查結論的要求 那屬帶域館案附屬設施的建築樓梯板面積呢 維持在十二萬一萬公司左右 那另外停車的樓梯板面積呢 維持在十五萬兩公分左右 那我們相關的也設施了 汽車、機車、大型車、撞線車、SNG車 和自行車的車位 那這是我們重新辦理完結 想評估的另一次的方案 這個密西線要表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 最後通過的一個重新的版本 那我們最開始就是我們這個完結的版本 我們不管是在樓梯板面積 或者是樓梯樓梯板面積呢 都有人做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減少 這個地方是我們這個高度的比較 這個高度的比較呢 看我們九十九年通過的環冰方案呢 那除了我們的旅館呢 因為配合交通過民航局的一個 航高的一個新的措施呢 還有稍微增加 那其他的選擇環的高度呢 都是一個減少的狀況 那這個上半部呢 是我們的那個送審的一個版本 下半部呢 是我們依據環民委員會的一個 審查之後一個修訂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在樓梯率跟律律上 是一個沒有變化的 那依據我們的樓梯板面積的減少狀況呢 我們在樓梯的高度上面 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接下來是公分難度的一個改善措施 左邊看到這個圖呢 是我們的現況 那右邊這一邊這個圖呢 就是我們未來所謂改善的一個狀況 在北段看 市民大道西洋界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北下的車道呢 有線型的三車道 我們變為五個車道 剩下一線直行和一線右轉的車道 然後避免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提升這個地方的高度容量 避免車輛因為直行右 來提供這個直行和右轉的需求 那在中間這個部分呢 我們基地也退縮了 讓他們交通能夠來內部化 有設置了兩線的臨時的停車 臨停車道 那在南側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南向的地方呢 有四次車道增加為五車道 增加兩線左轉右轉左轉右車道 你們交通台三機關都沒有用啊 已經那麼久都沒有用啊 市民大道裡面賣光貴南路的一個路線改善 這地方我們市民大道東北向的 北向的北向的 北向的一個右轉車道 搭一個直線車道 搭一個直線車道 搭一個六線的專用道 高速度 然後市民大道跟光貴南路 你不要再用電腦都一面了啊 不可能什麼事啊 在中間東北到市民大道北向的 北向的北向的 搭一個直線車道 那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見呢 這個是在無活動和有活動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下午監封 夜間監封 那有活動的入場 和有活動的散場的一個 研製的時間來模擬 這在未改善的狀況之下 在改善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監封時間 入場的這個有活動的開場 那一定要開到啦 二五秒下降到一三九秒 那這是光貴南路 叫什麼叫 光貴南路 公貴南路 跟中間東北有一個部署 公貴南路 這個五千拼完了吧 都拼過啊 都拼過啊 公貴南路 都一樣啦 都一樣啦 那在這個改善措施之後 我們可以用意見了 監封的監封的監封時間 假的環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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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假還假的環瓶啦 我們在環瓶南路這個地方 一點專業都沒有笑死人了 地下車道 地下車廠的 出入口 我們也會停車道理系統 和標誌 用路人來注意 我們也會在相關的地方設置警示標 能夠 入場的時候 在零起見我們這個地方的交通 能夠得到最佳的改善 在553項的交通改善方面 我們這個地方呢 在一些路北連交通的 引進計畫車輛的引導措施方面 我們會在 我們設置一個貨線 貨線上有一個引導的標誌 這樣必須測速 然後也在553項裡面呢 553項裡面呢 我們要設置一個迴轉道的標誌 但是因為會有一個實質的 主格物 然後避免車輛還進入553項 我們也會提供 市政府呢 每年有 有的一些 門票和那個 相關的 營運期間我們所需要應付的 服務演技工匠士等等 可以優先 我們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那除了 除了在合約規定的方面之外呢 我們在開發財務方面 也增加了獎學金 然後還有陪伴照顧 甚至障礙者的一個門票的優惠 也提供了免貸接駁車 各位剛才 peakrope 口測忍貸は 同閒於是 方向民外無下 杜産閉arden 東 골� governor 酒櫃銒 東包括民外無下 郭臣はい measure 即使我們 都有改善受 buck예요 他收罪 要 aqui 大陵上 了 手動伴手衝剛剛ions下 在補助的人轉生 我們arao 比拟部的勁設力 地質案名系的系統方面 我只要換邊寫 使能不能 呈現被關 delivered 等到的 一旦有異常現象的那樣的狀況 那空氣體質方面 我們在示範前線 也會設置防身網 也會有鋪面 然後手上登場做事 來維護空氣的旅行 在運行下 我們會鼓勵大家 搭乘大眾捷運 然後有一個交通改善運行 所以我們可以做事 然後車型動線會地下化 那平區內 我們也會有一些期待 以後的作業 來感受周邊的空氣體質 在於公地照應的防身措施方面 我們會選擇低音量 低音量低震動的施工程序 所以我們要機 高音樂的機器 也會有 高音樂的 高音樂動態的音量的設計 各位 按照這段的機器 我們會有一個施工業管制 幫我們 建立的實驗座 所以我們會對施工後 人家速度的設計 作為管制 來監察到音量的症狀 後面要有一個定期的監測 我們會使用我們 交通運輸管理策略 給予以待正常運輸 然後給予以相當的 這個 調價添措施 然後設計動線 以下 我們會減輕 它的音量 跟周邊的影響 那我們會定期維護 我們這個整區的 四周指數 這次會看到 它會在另一個 完全用噴噴的性量 能夠給予我們 進行動線 這次會有 我們關於 那我們的 公共軌道 再設計 一個熱氣 那我們 在我們當作照片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通知國防範圍 來採取另外的女生肉侵 在水溫水方面 在時光期間 我們會設置臨時的 是用塞拉石 也會設置顯示的後面 然後用塞石來蒐集希望能源的燒耗污水 接下來我們也會提出 淨油被水溫的塞石 進化並且受到我們 環保肺炸石的產生在記憶激行 雲藝階段 我們會查給安倍的翻臨 避免無水溫的公園 參與設施的我們會設置 我們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系統和台北多污水槍水道 我們會設置民主委裝設備 然後會提供應用 我們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我們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在時光期間 我們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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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其他廣告會 並重量的廣告 所以我們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那現在還有 有在整個縣告 系統地方 會設置臨時的廣告 尼日程中 我們一般的生活 被期錄 會委屈的必須列展覽 我們也會交流宣傳 園域分類 還有支援回收 甚至居然改成 在環境接觸計畫方面 西洋美金屬體現了 我們已經預定了工具品質 延建噪音 交通噪音 震動 交通量 生態 和排放什麼的監測 相關的項目監測等階段的領域 也都已經經過環境來通過出的閃門 到也會未來有每一季 送報告給環保護機構來表現 在領域階段 我們也已經預定了 呼氣品質 噪音 震動 生態 交通量 相當的平地上 現在的項目、監測地點、情侶也都已經經過凡名委員會的成功了 未來我們一樣在新闔期間會即時送監測報告給方法 只把機關來守門 如果有康律的情況發生 我們會立刻研究其原本並且採取應驗收拾 我們現在在應援因為立場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報警的話 已經請監測中間 以上請發德式進行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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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報告 各位親愛的家親 一樣發言 請你去登記一下 我們先介紹今天出席的幾個會聽 第一位 民樂府議員的代表 陳明吾先生 第二位 陳錦翔議員的代表 李延貴先生 第三位 戴希希議員 第四位 王欣宇議員的代表 李道琛先生 第五位 蔣乃欣定華委員的代表 趙書元先生 第二位 許舒華議員的代表 許鈺騰先生 第六位 李信元議員的代表 楊敬平先生 請問各位議員代表 不知道還有請問 肉立你的名字 如果有的話請 王欣宇議員的主任道場 還有我們 對不起 抱歉 陳建議員的服務團隊 謝謝 黃建議員 黃建議員 抱歉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議員名字 嚇死人了 是的 陳建議員 謝謝您 感謝 請問還有沒有哪一位議員代表 另外我們有 里長到場的 李財九里長 謝謝您 還有陳金娃里長 謝謝您 還有哪一位里長 好 這個李長 我們歡迎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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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李長 好 這個 要發言代表的請 把發言一條 紀錄來 那個 說的來 請把發言正式紀錄 送過來 謝謝您 我們現在進行 打舉的時間 剛剛我已經有宣布過發言規則了 好 那再宣布一次 我們原則上 每人每次發言三分鐘回憲 那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會想一短鈴 三分鐘到時候 我們想一長鈴 那希望您就發言截止 然後由下一位 主席會指定下一位人員報告 那為了節省各位的時間 請你發言簡明二要 那原則上是 我們有三位人員 質詢完後或者是提案或 我們有主席這邊同一座打舉 好 還有一位 陳立威議員的代表 李煥忠先生 謝謝大家 我們這邊還有位置 好 各位可以坐著 好 打舉 請坐著提問 請多人員把 那個發言登記單 送到 市議台來 請工作人員把發言登記單 送到 市議台來 謝謝您 我們再宣布一次 各位鄉親 如果您要發言的話 請您到我們外面的發言台登記發言 我們以登記的順序來做發言的順序 那如果說您代表有要發言的話 那我們尊重您的意見 是您要先發言還是等三位完以後您再發言 好 那我們就先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潘漢森先生 請您就我們發言台的位置做三分鐘的發言 我們掌聲歡迎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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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